防汛期即将来到而瑞穗乡公所 今天下午特别举行了防汛演练 今年演练场地从原来的贺岗桥和提 遗失到秀孤兰西泛州起点河床上操演 而演练的项目逼真度不减 模拟台风来袭造成瑞穗地区水电 电信全免中断 乡公所在海应变中心 立即横向联系相关机构到场抢修 同时也出动幸福巴士 协助保全户撤离案制 这是瑞穗乡公所防汛强险演练的现场 当执行水上救援任务时 消防员接触目标后 会先巡查附近状况 利用平时训练做出专业判断 除非特殊紧急状况 不会贸然进行抢修 除了抢修灾害 人员撤离安置 另外也结合消防队 以及空勤直升机进行 受困人员的救援 演练过程逼真 却也相当惊险 我不要进抢修 我准备后送 防汛期即将到来 瑞穗乡公所13号下午特别举办年度防汛强险演练 历年来都在赫钢大桥提防办理的防汛演习 今年度 乡万德特别移植到 秀雇链西泛州起点河畔来进行 而各项防汛救灾 防灾救灾的操演项目 参演单位以及人员各个认真操演 进一步提升整体防灾抢险的效能 感谢各单位利林指导 及各协办机关鼎力的 鼎力相助 资源人力物力配合 那刚刚在收容的程序里面 也有报告到说 这个收容的除了活动中心之外 也结合相关的民族业者 提供更好的环境给相关的收容的 我们的一些乡民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乡长乡万德除了感谢各参院人员的配合与协助 也强化乡公所灾害中心应变能力 及横向联系作业 务必确实落实防汛防灾救灾的工作 记者时宇兰瑞瑞士采访报导